你现在收听的是勇敢做自己 今天我们邀请到经营Podcast 女子日常的Sylvia来到我们的节目 这一集比较像是观点的分享 聊聊女生们在经济独立上的议题 还有Sylvia会分享新手理财小白 可以怎么开始管理金钱与创造金钱 虽然说这一集围绕在女生上面 不过我认为男生的听众朋友们 也可以收听看看 除了了解理财观念之外 也可以了解你的女孩的心情 那我们就赶紧来听看看Sylvia怎么说吧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在生活理财方面有深入研究的女子日常 Sylvia来到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聊聊生活理财方面的内容 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一集比较着重在女生方面 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 或许这一集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周围的女性朋友 那这一集同样也能够带给你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先来欢迎Sylvia 哈喽Sylvia 大家好我是女子日常个人品牌Founder 然后我叫Sylvia 那我同时间呢有在经营一个Podcast节目 Podcast节目名称叫做女子日常 那我的个人品牌是分享有关于 刚里面有讲到的情感类生活理财 还有自媒体经营的东西 那同时间我也是波波带力的官方创作者 那目前在波波带力的平台文章上面浏览就有破碗 然后偶尔也有在女人迷上面投稿文章跟分享观点 那其实我经营的品牌目的呢 大部分是给写给女生看 因为我相信其实我们女生是 只要拥有技能知识或思维 是有权可以追寻自己想完成的东西 然后也希望让女生可以很真实的爱上自己 活得从容而且有自信 并且过上自己热爱的生活 然后我今天很荣幸被林林邀请到 勇敢做自己的Podcast节目 来跟大家勒劳有关于生活理财啊 然后女生们经济独立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 其实呢 我觉得我才是那个最幸运的 就是能够邀请到 在其他投稿文章的平台上 有这么多浏览数的作者 来到我们的节目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我们今天就是比较着重在女生方面 毕竟我们两个都是女生嘛 那对于讨论这个议题呢 我们其实都是蛮有兴趣的 那我们首先就是想先来了解一下 Silvia Silvia 你对于女生经济独立的这一个议题呢 你认为女生经济独立 她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觉得其实女生经济独立 她有两点要具备 一个是你一定要对自己 保有自己独特独立的自信感 也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本身 有一种很强烈的自信心 然后还有第二个是 对生活有一个选择的从容感 当生活是有一个从容感 我们可以自在去选择的时候 也就代表着 我们其实自己身上的掌控权 是掌控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我觉得是具备这两种特色 对 其实我蛮认同你刚刚讲的 我觉得啊 女生经济独立啊 不只是有自信啊 然后也有选择啊 那当然女生们也要 必须要有组件 因为可能在面对一些选择的时候 其实如果有组件的女生 她会比较清楚的知道 自己应该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跟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这对于她们在未来 在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上啊 其实都是比较能够坚定的知道 要什么 对 没错 那我相信其实很多女生 就是女性朋友啊 都是很想要经济独立的 可是呢 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面临到最现实的问题嘛 那很多女生可能很想要 可是她们又不知道 该如何去踏出去这一步呢 对 所以我想要问一下Sylvia 如果说就是女性朋友 想要去达到一个经济独立的状况 那你会建议第一步 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呢 我觉得首先其实我们应该要先定义一下 经济独立这个词 我觉得对于有些人来说 经济独立它是一个过程 也可能是一个结果 但是我觉得经济独立对我来说 它是一个完成的过程 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个结果 那我们其实都知道理财 其实很重要 想要经济独立的话 我认为其实就是要培养两种东西 一个是我们的思维 然后第二个是一定要搭配行动 先讲思维好了 思维的话其实就是让自己去 多多的接触 更多的财务知识 还有相关的人际权 那我们都知道 当我们想要摆脱目前的现阶段 又想要达到经济独立这个步调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要做的就是 提升我们自己的思维 当我们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原来其他人 是这么样子想的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两边的人 如果是自己跟别人来看的话 这个思维 刚开始出血的时候 一定就可以看到差距 那再来是刚刚讲到人际权 我不知道林林有没有听过 人家说那个人际权 就是看自己 如果自己想要变有钱人的话 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 我们身旁最亲近的几个人 那当我们跟最亲近的那几个人 相处的时候 其实也就代表说我们的财务水平是很接近的 对 所以其实我说有时候去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去检视一下自己的人际权是 也是一个提升自己财务思维的方法 然后当我们把财务知识跟人际权这两个部分去提升之后 再来靠自己真正的好好去执行理财这件事情 我们才可以拥有一个更独立思想的能力 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可能可以去接触一些财务知识啊 那你自己平常有去像哪一个理财的KOL啊 或者是哪一些书籍啊去学习呢 有 我从大概大学的时候到现在出社会工作几年 然后这周段期间我看了蛮多的一些相关的资源 我会建议大家说如果真的想要学理财相关的东西 第一个你可以先去找网路上YouTube蛮多的资源 现在其实投资理财已经慢慢变成主流 非常多人开始在做这类似相关的影片 也就衍生出非常非常多YouTuber在做这一块的主题 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很常看的是那个柴鼠 FQ 哦 FQ 对对对 他们也是两个男生一起在做节目 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创节目的过程 是因为他们两个原本是月光组 但是因为月光在后面就是发现在月光下去真的不行 然后于是后来就是为了改善他们自己本身月光这个 这个现况所以才慢慢去学投资理财 所以才开始在做他们的频道 对然后所以然后他们频道讲的内容呢 主要其实都是非常浅而易懂的 所以我觉得新手理财新手可以去看类似这种很比较友善的内容 相对性对自己吸收度来说也会更高 哇财鼠其实我之前有听说过 但是我其实后来没有再看他们的 我就是比较偏向看业偶啊或者是好业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但是业偶比较对业偶比较偏投资的一些心态啊 但是好业就是偶尔会有投资 但是他也会有比较多的自我成长在里面 对对对 这两个业偶跟好业其实我也有看过他们不少影片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 然后我想再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雷咪 雷咪他其实他也是讲就是有很多新手有关系 或者是说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本身赚钱的技能 对我觉得他其实也是蛮适合理财小白新手去学习的一个 去看的一个频道 对然后他其实在前阵子啊 就是也有出一本叫做小织女下班后班被赚的书籍 嗯对 我看过那本书籍其实是浅显易懂 他算是可能新手小白 然后可能投资一阵子的老手 其实都还蛮适用的 他就是在前面会先讲就是记账啊 或者是要怎么去规划你的梦想啊 然后就是有那个梦想版嘛 然后有梦想版之后 你就会开始去规划你的理财的状况 然后就是会教一些 要怎么样去正确的去管理你的财务状况 然后后来就会简单的讲到一些股票啊 或者是房地产之类的 就是一些比较基本的讯息 所以我觉得雷咪他其实就是不管是在自媒体上 就是宣传他的投资理念之外 他其实他的这本书算是浅显易懂 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众朋友也想要去学一下投资理财相关的内容的话 其实雷咪的那本书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好简单入门的书籍 嗯对没错 不过呢其实说到就是理财的部分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好像就是记财吧 嗯对 其实刚开始新手可以先从学着怎么样记财 然后去检视自己开源 有哪一些开源的方式啦 林林刚刚讲的记财其实就是包含是在行动的一部分了 像我通常都会建议理财小白新手呢 可以先去学着怎么记财 因为记财的话 他其实就是最简单去了解我们怎么样去使用金钱 然后开始控管金流的第一步骤 然后通过记财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自己平常的金钱观 还有金钱使用方式 可能你会发现说 哎这个月我好像在某个部分花的比较多 或是哪一个类别花的相对比较少 然后透过记财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上去观察出 我们每个月的现金流混 或是支出的状况 那当我们发现这个状况的不同之后 我们就可以透过观察 然后去改善我们自己本身的消费习惯 嗯不过呢我觉得是不是新手啊 刚开始在接触投资理财方面 来说的话 感觉好像截流啊 比如说像记财这一种的 好像比重会比开源还要来得大 对对没错 因为刚开始可能对财务本身控管还没有太大的概念 甚至连怎么管自己金钱都会比较手足不错 所以我觉得建议新手还是先把自己的节流这部分顾好 然后等到顾稳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累积我们自己技能去多多的开不同的源 那说到开源的话 那Sylvia你自己有没有就是推荐几个可以开源的技能呢 我觉得开源技能要分享的话 以我自己是自媒体创作者本身来说的话 自媒体其实它开源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然后但是在开这么多的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技能 比如说像以我自己也有在经营社群好了 那你社群的话有些像IG不是都是要一些做一些图文设计吗 不管是在社群上可是在未来的时代上 其实设计能力是一个蛮吃香的技能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人看到一个东西 可能会很要求他的图片给我们带来的视觉感觉 所以设计这一块的话 有时候可能会比文字还要来的相对性 直接的更吸引别人的目光 那永远有一个好的设计力 其实它对于整个不管是在社群 或是我们在表达呈现我们自己的想法的时候 好设计力都是一个蛮吃香的技能 然后再来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培养的技能是 像我们这种自媒体的创作者 我们也都有在写文章 那写文章的话其实它也是一个可以去练习的能力 比如说现在有越来越多书在提倡说写作力 那为什么那么多书在提倡写作力呢 是因为写作力它本身就是在训练我们表达 跟整个逻辑架构 怎么样有逻辑的呈现出我们本身的逻辑跟知识架构 那透过写作的话就是一个把逻辑架构 很好呈现出来的方式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培养技能的话 设计跟写作力是我蛮建议大家可以在之后的时代 可以去培养的 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讲到的设计跟写作啊 就算可能我们今天不是要经营自媒体 其实也能够透过去接案的方式 就是可能变成先从离开公司啊 变成自由业者啊 然后再进一步就是慢慢的掌握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设计跟文案创作啊 这两个下手其实算是还蛮容易上手的 对也很适合大部分的人想要练习啦 因为其实这两个技能说简单也简单说难好像也很难 但是这两个其实起头都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开始 嗯我同意 那其实啊我们女生就是 虽然是上天赋予我们就是必须要生育下一代的能力 但是这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 面对未来最现实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要必须要生小孩嘛 假设女生朋友在怀孕的期间啊 工作上一定会受到一些影响 包含可能会觉得累啊 或者是有些东西可能就不太能搬很重 但是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女生朋友 都能够嫁到还不错的老公啊 还不错的丈夫 能够得到老公啊 或者是附加的体量跟包容 可是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那当然每一个家庭也都不一样 那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讲 就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 那有一些女生还是会遇到 可能丈夫啊或者是夫家啊 没有体谅到女生这种先天性 必须要怀孕生小孩的状况啊 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看丈夫啊 或者是公公婆婆的脸色去做事 这样子其实还蛮痛苦的 所以我认为即使要加入 就是今天要加入一个还不错的夫家之前呢 都还是要好好地规划一下 就是理财状况 是让自己有一个经济独立的本钱 那我就想要问一下Silva 如果说在步入家庭之前呢 你会建议女生朋友可以怎么规划他们的财务状况 能够让他们在之后的婚姻可以走得比较顺一点 比较不会因为金钱的压力啊 经济的压力啊 而烦恼呢 走得顺一点那当然就是要存款啊 我真的封劝所有的女生 不管自己是因为什么原因而结婚 但是在结婚之前一定一定要有存款 这是千尊万却不变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其实在谈恋爱跟婚姻这两件事情 可能绑在一起 但殊不知这两个 除了是不同的状态之外 婚姻其实它本身有一定 我们要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责任 所以我会觉得说 女生无论是在婚前或是婚后 都要保有我们自己经济的自主性 尤其是在婚后更要保有经济的自主性 因为刚刚有讲说 婚姻它本身就有很多要存的经济责任 不论是我们今天有生小孩还是没有生小孩 但有生小孩一定就是另外一笔钱嘛 那怀孕的时候像产检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检查费用 也是一笔钱 或者是生完小孩之后坐月子 又是一笔钱 那如果这时候又遇到一个很call的老公 那这时候可能跟你说 诶那个小孩婆婆的钱我们永远出一半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 再次检查费用可能两三千 我给你出一半 但是我其实我不否认有夫妻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我会觉得说 如果一个老公要 就是一个女人那么辛苦 帮你怀胎生一个小孩 然后你都要跟她再往后的每笔费用 送的那么斤斤计较的话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尴尬啊 对 所以所以刚才有讲 在婚后可能我们会随之的来 是承担更多的责任 那我们在承担这些更多的责任之前呢 我们是不是有能力可以去 还没结婚的时候 我们可以先去慢慢离经我们本身的财富 多学一些投资理财的东西 那等到我们有一定基本的基础之后 再踏入婚姻 可能在婚后就比较不会受到那么多 那么奇妙的限制吧 我觉得 对啊 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讲的 其实女生在结婚之后会更辛苦 所以投资理财这种东西 我觉得它也不是说 我今天一接触 然后我就马上上手 所以我认为 其实在结婚之前 就是尽早 可以多早开始就多早开始 去接触投资理财这件事情 对 因为男生跟女生 其实真的差蛮多的啦 像如果有一些女生 她可能婚后是家居男生家 那这时候如果 又遇到一个比较 不那么友善的公公跟婆婆 那自己如果又没有 钱可以去做她想做的事情 甚至是她有自己的事业 但是她就是没钱可以 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就是 局限性会非常多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钱 我们有办法去管理 我们自己的财富的话 其实我们拥有的选择 选择是很多的 无论我们 尽管我们今天是已婚的状态 其实这样子听起来 是不是婚前有一个存款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它也是属一个 紧急预备金的概念 对对 紧急预备金很重要 因为男人会变 可是拥有金钱 这个事实是绝对不会变的 嗯了解 不过呢 其实刚刚提到 紧急预备金 我就突然想到一个 蛮尴尬的 也不能说蛮尴尬 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事 就是有些人啊 他会存一些私房钱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 存这个私房钱 通常都是不会让另外一半发现的 对 那你自己对于私房钱这件事情 你会怎么去看待呢 对于私房钱什么看待呢 我个人是觉得啦 呃 存私房钱 主要还是要看 存这笔私房钱 到底是拿这笔钱 是拿来做什么样的用途 比如说 呃 老婆今天存一个私房钱 可是这个私房钱 他是 他是可能拿来当小孩子的教育费啊 或者是 呃 生活可能应急 突然发现一个什么紧急事故 而存的私房钱 这笔钱是用在于 解救 突发状况 的这个用途 让我觉得这笔私房钱 呃 存了是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是拿来做正当的用途 但是如果他 今天 不管老公还是老婆 他们存的私房钱 是可能拿来 做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那这当然就是另当别论 这个存私房钱的 本身的目的 就已经是 走掉偏掉的吧 那 嗯 我觉得存私房钱 可以 其实以我立场 我觉得可以跟对方说啦 因为 今天我们的身份 呃 已经是结婚的状态 那 既然结婚的话 有时候其实可以 更 透明的跟对方坦诚 本身的财务状况 因为 结婚了代表我们两个人是一体的嘛 那 既然都已经变成一体的话 其实 有时候隐瞒太多 反而对关系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对 那如果我们本身 存这笔私房钱 是拿来当正当用途的话 如果是自己偷偷 偷偷存 的话 大概是 无所谓啦 另一半也相信 我们自己在干嘛 那存这笔私房钱 就倒是还好 但是 如果他是拿来做不好的用途的话 我觉得 就可能真的自己 要去思考一下说 为什么 我要去存这笔私房钱 对 我的观点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不管是女生 还是男生 在存私房钱的时候 我想大部分的人 如果是正向用途的话 可能就是拿来当 小孩子的教育费啦 那 如果是小孩子 一些各种的 基本的费用 我会建议 如果是 在婚姻里面的男女关系的时候 今天如果你是 有小孩的状况 跟没有小孩的状况 这两个 其实都可以帮自己 准备好一些后援的金元 因为 我们都知道 有小孩他本身就是 很多资源可能会用在他上面 包括最更现实的钱 如果我们今天是 没有小孩的状况下的话 我们也可以提早 先帮自己 存好这笔钱 因为 我觉得无论是在 婚前还是婚后 因为我们今天 现况是没有小孩的状况下 所以 我们在金钱运用上 其实可以更加的自由 毕竟没有小孩 小孩这个支出的 必须要负担小孩的 这个责任嘛 那 在没有小孩的状况下的时候 我们 可以做的就是 先把自己的金元 这一块 顾好 对 那顾好的话 当然就是 好好的工作嘛 因为 工作本身就是 可以养得起我们 然后又可以给我们 一份我们想要的 生活 理想生活的条件 对 所以我觉得 女生啊 如果 如果在 结婚后 是没有小孩的状况下 想存私房钱 对自己来说是OK的 但是那笔钱 可能就不会叫做 是私房钱 可能是已经存好 备好 让自己有 突发状况 可以去解决的一个 很好的金元 所以 那这个很好的金元 一定是透过我们 一定是透过我们工作 才有办法 得到这样子的 一笔 一笔金元 对 所以 如果我会建议 如果是想要 经济独立的女生 然后又在 没有小孩的状况下 好好工作 就是 让自己 保有更多选择权 的一件事情 然后一方面 除了我们可以 把自己 养得起 然后也可以 又照顾好 自己的底气 否则 如果你今天 经济是 落在别人身上啊 他除了自己 没有自己的选择权之外 那家庭 又伴随着其他 而来的责任 如果是只有自己 一个人在赚钱 是一件蛮危险的事情 那有小孩的话 当然就更重要了 真的 那 就是 你刚刚有讲到嘛 有小孩的情况下 其实经济的负担 会更加的沉重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社会上 就是用劳力 去换取金钱 就是我们一般 都会知道的 劳工阶层的 这种收入的方式 但是这种收入的方式 其实以现在的 社会阶层来说 它其实薪资的成长幅度 并不会那么高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应该要怎么样去 让自己的收入更多呢 因为毕竟有小孩要养 那收入如果不是特别多的话 那可能有一些学费啊 或者是平常的生活费啊 可能就会比较难以去负担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可以让收入提高呢 我觉得其实 养小孩是一件很实际的事情 然后也有很多 生成的方面需要考量 尤其是我们今天 在谈论主题前这一块 那其实现在 刚里面有讲到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 已婚妇女 然后甚至已经有小孩的女生 他可能会面临到更多是 钱的这个问题 我会建议 如果你今天 真的是 很需要 很需要金钱的话 可以培养自己的第二专长 因为 其实第二专长 这个东西说的很抽象 可是 我觉得未来是一个 有专业就 而不死的一个时代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 已经有一份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的薪水涨幅 又没有很高 很快速的话 那最快的方法 就是培养自己的第二个技能 然后想办法 从这个第二个技能 去 有点像是在做 夫妍这种概念 然后 我们可以 把自己的事 比如说 像一些妇女好了 可能平常日在照顾 那 假日的时候 可能也在照顾小孩 可是 毕竟我们现在有个小孩 要养嘛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 获得更多的金钱的话 那势必我们一定要去 努力的拨出一段的时间 去培养我们的第二专长 跟 副业 因为 如果我们今天 真的瞧不出时间 来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 我们的薪水 或者是我们 我们每个月进账的 那个 现金流 可能就是被局限在那里 那当小孩今天 有比更大的 花费 需要去支出的时候 我们势必一定会 面临到更 更多的压力 还有 钱上面的压迫 我还是希望 如果 自己本身是 已经有小孩的话 有自己的 专业技能 真的是不辞亏了 对 那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 专业技能 再去培养 更多不同的 机会 对 那 如果机会一培养起来的话 势必 其实很多的 金钱 可能就会随之而来的 帮我们带动起来 嗯 那 刚刚其实讲到 就是工作收入啊 还有副业的收入 其实都比较偏向 诶 我可能 必须要出一点 劳力啊 可能只能换来 就是 我今天必须要醒着 然后我才能换来 这些收入 那 就是有一种收入 叫做被动收入 不过其实被动收入 它真正要建立的时候 它前期其实还是需要经过一些 类似像主动收入的过程 才可以转化 对 可是其实我个人会认为 随着小孩年龄的越大 然后教育费啊 可能又会更多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被动收入 它的重要性 就会越来越突出 但是呢 就是像刚刚有讲到的 被动收入 它前期还是需要经过一段 需要去努力奋斗的一个过程 那 Selva 你自己会认为 如果说 在有小孩的情况下 的女生啊 除了在主动收入 就是一般正职工作的收入上 再加上副业 的这种收入 你会建议 或者是推荐 他们去做一些 被动收入的 这一个管道吗 不知道大家对于 被动收入的来源 清楚清楚 我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想要被动收入 其实 呃 我们其实我们自己 就已经有被动收入了 像是 大家一定都知道 银行存款 银行的利息 可是 可是银行利息 也知道就是 就是一点点 少到一米米嘛 一点点而已 对 所以这个是 其实每一个人 自己一定都会有 被动收入的东西 只是就是说 这个被动收入是 大或小 或者是稳定 或是不稳定 对 那所以刚讲到 银行存款 是我们第一个 拥有的被动收入 那 第二个被动收入呢 其实就是 呃 像一下 有一些人啊 会开始在 写文章 那写文章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跑去做 联盟行销 也就是 我可能我今天写一篇 相关的文章 然后上面 呃 就可以放入一些厂 厂商的商品 然后我们 我们可以去 推荐他去 贩售这个商品 那 如果这个商品 有成功贩售出去的话 我们今天就可以 再到一点点的 分润比例 对 分润奖金啦 对 分润奖金 那 部落格是一个 其中一个方式 可是 我们都知道 写部落格 他一定也是需要 一段时间去 经营 去把流量 给建立起来 就像刚刚里面有 讲到说 我们在打造被动收入的时候 前期一定是会需要 我们去付出主动的时间 去把这个渠道 给建立起来 对 所以 部落格 就是我 呃 我们刚刚在讲 这个渠道之一 那 这是第二个被动收入的来源 那 第三个被动收入的来源 是 其实 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有在 学习 或者是 购入一些股票 那 股票 他可能就会 呃 顾息 对 那这前提是 我们还是要去 想办法的 去投资我们自己 本身对于 投资理财的重要性 然后去学习一些 投资标的 还有 去找出适合 我们自己本身的 呃 投资的策略 还有 性格 然后 让时间 力滚力 让负力一直去 一直去滚 像雪 滚雪球般一样 越滚越大 这个 呃 当然 这个需要时间来去 慢慢的把 这个雪球给越滚越大 所以 其实有一些人 也是靠 呃 去学习投资以财 去购入一些 呃 很棒的 股票 然后来帮他们 赚取股息 对 所以股息也算是 被动送入的一块 然后再来 呃 刚刚讲的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是 像有一些人啊 他会去选择出书 出书的话 就是会有那个 出书的板税嘛 对 这个其实也是 一个方式 可是我觉得 如果对于现在 已经有小孩的 小孩的人来说 在时间又那么压缩 的状况下的话 我会建议 就可能就是 写部落客 去 至少一点闲暇 时间的时候 我们可以 透过去写文章的方式 然后慢慢的 把联盟行销 最快做起来 然后因为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现在很多 可能都会有一些 妈妈的团购 色套嘛 那妈妈团购 色套其实也有点像是 联盟行销的概念 就是妈妈 那些团妈 他可能放一些 嗯 商品 然后可能有人从里面 去消费了 几样商品之后 然后这个 陶妈 可能他就可以 再获得 奖金分轮 对 他自己会有 破益 嗯 其实 我们有 工作的收入 跟 副业的收入 还有 被动收入 就是这 这三种的 渠道嘛 但是 其实 如果是当妈妈的 情况下 要雇小孩 又要工作 然后又要创建 被动收入 那如果说 以主动收入 跟被动收入 来说好了 因为其实 副业也算是 主动收入的 一种 那在 妈妈这么 事情这么多的 情况下 那你会觉得 就是 这样子 时间上的 分配比例 要怎么去抓 会比较好 我觉得可能 还是要看小孩子 他的年龄 是到什么样的阶段 当然越小的 我们花在 他的心思 跟关注度 一定是要更高 然后 越长大之后 小孩子可能 他有办法 去决定 他自己的事情 有他自己的 思想可以去 稍微可以 顾好自己 一点的时候 就是完全 就是看小朋友 他本身 成长阶段 如果在 小朋友很小的时候 其实 专注度 主要中心 可能还是放在 小孩子身上 毕竟我们 今天是 生他的人 也要负 照顾他的责任 那这个 照顾责任 其实就 在这个时期 对小朋友来说 是非常需要的 对 所以 我会建议 如果是 有小孩的 妈妈又想要 有被动收入的话 当然主要前行 先把自己身旁 周遭的人 顾好 然后 如果真的有 闲暇时间的话 可以慢慢的 先把 被动收入的 这个渠道 先把那个地基 先稍微盖好 等到小孩子 已经有自己的 自己稍微 可以照顾自己 的时候 就是他可能 不一定是 大人一定要常 在旁边一直 看着的 那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慢慢的 再把更多的 心力 一点一点的 转移到 自己的被动 收入 金招子上面 不过呢 其实 我自己 会想到 女生经济 独立 好像会跟 女强人 就是这个 名词 划上 的 好 就是会有一种 好像很难 去触碰的 感觉 那 但是我自己 本身 就是很渴望 去成为一个 女强人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只能够 在经济上 独立之外 然后生活上 还能够 就是打理的 很好 对 所以 就是不用到处 去麻烦别人 那这也是我很想 要成为 女强人的 原因 那我想问一下 Sylvia 你自己会不会 想要成为 一个 女强人呢 老实说 我以前曾经想过 我在职场上 真的想当一个 女强人 可是当我工作 一阵子之后 我先说 我自己本身 是摩羯座 那大家 如果有熟悉 摩羯座的 听众朋友 一定 可能也会知道 摩羯座本身 就是一个很重工作 然后也很有 事业心的 行作 那我自己 不外国 我本身也是 但是 当我在工作 这几年 我发现 我不会想要 去当女强人 因为 经济独立 它跟女强人 其实不太相等 因为 对我来说 女强人 有点像是 只着重在 事业本身 那因为 她本身的心思 都已经在工作上了嘛 所以反而 有可能会忽略 去感受生活 或者是跟 身旁的一些人 去建立关系 那当然 我觉得 这其实没有不好 纯粹只是看 我们自己 人生中 在意的顺序 为何罢了 那 不想成为 女强人的原因 是因为 我觉得 女强人 真的比较 只着重在 工作上 那 我反而是想要 当 生活跟工作 都可以平衡的人 然后 跟我的另一半 有时候 我也可以 跟她 撒个娇啊 或者是我 可能 我身心 都很臭热的时候 我可以 我们彼此 都可以 陪伴彼此 然后 让彼此 有一个足够的 兼满 可以去依靠 那 当然 我觉得 我自己在追求 自己本身的事业的同时 我也会让 我的另外一半知道说 我有自己的金钱观 跟财务目标 但是这不影响 我跟你相处 跟我爱你这回事 所以我觉得 财务对我来说 很重要 关系对我来说 也很重要 那 如果是成为 女强人的话 可能我陪伴她的时间 就会变得很少 那我觉得 这不是我对于 关系的 一个向往 我反而会觉得 财务 自己有办法 抓好了 然后关系也培养好了 这两件事情 如果同时间都能够 往好的方向发展 对我来说 才是我自己 真正向往的 其实好像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就是 有一些事业心 比较强的人 他们可能会 为了工作 然后舍弃 家庭的聚会 或者是 陪伴家人 可是他们 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 家人过上一个 很好的生活 那 我觉得 有时候像这种 太看工作 但是目的 又想要让 家庭 过得很好 这样就好像 有一点 本末导致的感觉 嗯 对 因为我觉得 我们工作 就是为了 更好的生活品质 这是一定的啦 然后 可以的话 当然我们也是 希望自己身旁的人 有更好的 生活品质 或者是 不用为钱 这件事情去担心 但是 当我们在 我觉得 我觉得还是要去 回归思考说 我们赚钱的 初心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 比如说像有些人 赚钱初心是 可能让 爸妈出国 或者让爸妈 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那可能我们在 同时间 我们在赚钱的同时 我们是不是也失去 减少了 陪伴我们真正 在乎的人的时间 那 如果是说 照顾爸妈的话 因为爸妈 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会老 当爸妈 在逐渐老去的时候 如果我们 一直一味的 着重在 赚更的 钱给爸妈 但是却忽略了 该给他们的 陪伴 我觉得这反而是 就算是 赚到再多的金钱 也换不回 有那些时间 陪伴他们 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自己在 赚钱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 先去想一下 初心是为什么 然后 在赚钱的同时 也能 好好地去抓紧 我们本身真的 在乎的关系 或者是 无论是 家人关系 朋友关系 跟另一半的 关系上面 因为我们 赚要再多的钱 最终还是想要 有更多的时间 好好地去 陪伴我们 在乎的人 对 所以有时候 其实 不管任何人 在做什么样的 可能走哪一条路上 或者是 追逐什么样的梦想 都必须要 先想清楚 我们最终的目的 目标到底是 为了什么 就是不要因为 可能 眼前的事情 然后蒙蔽了 我们最初的初心 这样 对啊 这样就真的 有点可惜了 所以 我觉得在做任何事情 就像林玲 你刚刚讲的 我们都要想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再去 做这个决定 否则在 真的真的 成功达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中间也是会有一些 成本啦 就是仪式的成本 是我们要去承担的 嗯 在这里 我就是突然有一个非常好奇的问题 应该也算是很多人都会去讨论的议题吧 就是在情侣啊 在情侣间啊 你觉得约会过程啊 吃饭呢 到底是AA制比较好 还是说 哎 女生就是都让男生出钱呢 哪一个比较好吗 其实这个我之前 我有做过一篇贴文是在讲 关于AA制的心态跟做法啦 那我个人其实认为 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则 只要双方感受舒服就好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 本身 自己跟另外一半的 性格是什么啦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对于 另一半很大方 他也觉得无所谓 就是是心甘情愿 帮他付出的 那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对于钱 会比较 敏感 在意一点 那这个时候 如果刚好又是遇到一个 就是跟他可能金钱观 或是金钱处理的方式 不太一样的人 那可能相处起来 就会有一点小尴尬 那我觉得总归来讲 只要双方感受舒服就好了 然后当然 在这过程中 其实也要看自己的经济能力 能不能够符合 像如果有时候 男生的经济能力 会比较好 男生可能会选择 多出一点 或是女生的经济能力 比较好 女生也可以选择 多出一点啊 这其实都是 没有关系的 只要双方 是没有尴尬 然后 保持一个一定的平衡 那我觉得就可以了 嗯 对啊 其实说到这个 我觉得 我应该也算是 非常幸运的那一个吧 就是 我每一次 吃饭啊 就是饭前 基本上都是 我男朋友帮我出的 对 真的哦 太太好了吧 对啊 可是 其实 因为我们交往了 大概 六年多 可是 在 刚开始 初期的时候 每次他帮我出钱 我都会觉得 很不好意思 对 对 不过 那个时候就是 也会开始 慢慢的想说 他今天 他这一餐帮我出钱 那我可能 可以在行动上 回馈他什么 比如说 对他 更好一点啊 或者是 帮他按摩肩膀啊 之类的 这种行动式的付出 对 其实我觉得 到现在为止 我依然没有觉得 他帮我出钱 是理所当然的 对 但是 我有遇到 有一些女生啊 他们的 价值观 就会认为说 就是一定要 男生出钱 或者是 男生可能 一开始 好意帮他出钱 但是后来 他就觉得 男生帮他出钱 就是 理所当然 天经地义 对 那我觉得 这一种的话 就是 相处起来 因为 其实一直都是 男生出钱 如果两个人 没有讨论到一个 比较舒服的 对 平衡点 没有到一个 平衡点的话 其实男生心里 长久下来 一定会有一些 不舒服 然后等到 可能累积很多的时候 那在吵架的时候 就会翻出 对 就会翻出来讲 对 对 真的有很多女生 就是 是透过男生 也没有出钱 来判断说 他重不重视他 或是他爱不爱他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能这样子来看 对 我觉得这个观念 也是蛮奇怪的 就是 会觉得男生 有没有出钱 跟爱不爱他 画上等号 我觉得 那好像就是 把金钱跟 爱情 好像画在一起 其实相处起来 我觉得 那就不是一个 健康的爱情 没错 没错 我觉得爱这种东西是 我愿意为你做 然后我不求回报 但是 对方也同样的 很重视 彼此间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好的 而且很舒服的关系 那 可能 可能那些女生 他会想要 这样子去判断 嗯 可能就在于 每个人的价值观 真的不同啦 但是 我觉得如果是 用钱来衡量 对方爱不爱他 这个标准 可能会有一点点 稍微的 现实一点嘛 这么说 爱衡量标准 其实很多啊 不能只用钱来 来去 做标准 判断 好 那 如果说 嗯 听众朋友呢 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女生的问题啊 不管是 生活啊 还是理财啊 或者是感情方面呢 就是 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还有 询问你呢 嗯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 关于女生的内容 不认识生活理财 或是感情的 异体的话 可以到我的IG 来找我 那我的IG是 小老鼠 slviao ch1.co 可以来跟我聊天 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 那其实我在IG上 也有分享蛮多的 知识型贴文 然后我有写很多 相关文章 放在我的 部落格啊 或者是 呃 刚刚开头有讲到的 布布达里的这个平台上 里头都有蛮多的资讯 也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嗯 那有关于 Sylvia的资讯呢 我都会放在 节目的资讯栏处 那如果听众朋友 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Sylvia那边 去看一下哦 那么 今天呢 非常感谢Sylvia 那谢谢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三个重点 第一 女生经济独立 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色呢 Sylvia认为 一定要对自己保有独立的自信感 还有对生活选择的充容感 拥有对生活的掌控权 无论遇到任何事情 都有能力去解决 重点二 如果女性朋友 想要经济独立的话 那第一步 其实可以先改变你的思维 让自己多接触一些 理财的知识 不管是看看 理财相关的书籍 或者是影片 又或者是Podcast节目 都可以 当今天我们拥有 理财的思维与观念 你才能够正确的执行 理财方式 那有了正确的思维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行动 那最简单的理财方式呢 其实可以学着管理自己的财务开始 而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记账 先了解自己在每月所花费的支出到底在哪里 还有收入来源主要是靠什么 是不是能够再创造第二份收入来源呢 当今天能够掌握自己的财务状况 遇到想要买的东西 或者是想要过上自己的理想生活时 其实都能够有选择的权利 重点三 如果女生要步入婚姻之前呢 应该如何去规划财务呢 才能在婚后不太需要为经济压力而烦恼呢 其实可以分成两种情况 如果在步入婚姻之后 没有想要立即有小孩的情况下 那Sylvia的建议是 无论在婚前或者是婚后 都绝对不要放弃工作 因为有工作才有收入来源 当今天有收入来源的时候 自己也能够比较有自信 可以养得起自己 并不一定需要靠老公来养活你 否则如果经济来源是在对方的手上 除了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管是选择想要买的东西 或者是想要去做的事情 可能都没有办法 当然如果只有一个人在赚钱的情况下 其实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会很危险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 如果在婚姻之后 有立即想要有小孩的情况下 那在婚前最好是能够替自己准备好 一笔存款 类似紧急预备金的概念 才不会在怀孕的期间 让自己非常的焦虑 好的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到你 如果你喜欢这样子的节目 可以订阅追踪我 或是可以追踪我的YouTube、IG 同时你也可以分享这个节目 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我一直带给你们正向的知识 伴随你们一起学习成长 也欢迎帮我到iTunes Story上 帮我打新评分加留言 详细连结都在节目的资讯栏处 我是玲玲 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